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惠能,于是卖柴被俩恶棍打得伤痕累累,疼痛难忍,他想吃力爬起来,可这一用力啊,浑身伤痛加剧,疼得他头晕目眩,昏倒在地。 俩恶棍的拳脚太重了,把惠能打得软肋的受了重伤啊,围观的人们急忙上前把他唤醒扶起来,惠能伸手一摸怀中的那块月饼,早已碎洒在地,吃不起来了,不由一阵心酸。 他提起点担,摇摇晃晃,朝家中走去。 单说李氏夫人,在家中左等右盼,不见惠能回来。 李氏夫人可有点担心了,虽然说惠能善良聪明,可他毕竟是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 这集市人多,车马很乱,山路崎岖,行走不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李氏夫人想着此,不敢再往下想了。 他提心吊胆的站在门外,东张西望,看着惠能。 就见惠能,打远处摇摇晃晃,走了回来。 李氏夫人一惊,急忙迎上前去。 啊,能儿,你怎么浑身伤痕累累,出什么事了吗? 惠能本不想告诉母亲,可自己啊,回来得这么晚,又伤痕累累,知道瞒也瞒不住。 只好对母亲说了实话,李氏夫人一听,痛苦万分,一把把惠能抱在怀里,生泪俱下。 李氏夫人一听,他见此情景,痛难忍恩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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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能儿你今天早此愿 真叫为妙我痛苦万分 只要儿你受苦 良心咋理人恨 只要儿你早醉 为娘更是婚 恨不能一儿把痛苦手紧 恨不能去找婚发明天 只要儿你 忍重快快 法无尽 娘为你烧香祈求 管世人 李氏夫人一看会能伤痕累累 痛苦万分 能儿 都是娘无能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你夫若是知道她在酒泉之下也不会安心 男儿 你快随娘进屋 娘马上烧香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 伤痕别疼 早日痊愈 多年来 李氏夫人简直把观世音菩萨当成会能的保护伞了 为了会能的幸福平安 她可没少拜求观世音菩萨 会能一看母亲伤心难过 急忙相劝 娘 您别难过 我没事的 孩儿虽然挨了一顿打 受点皮肉之苦 可我救了一个人命啊 那老乞丐年老体弱 要遭毒打 必然没命 孩儿年小结实 替她受点皮肉之苦 也不算啥 娘 您别难过了 哎 能儿啊 你也真是的 娘也不反对你做善事 可你怎么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吃这么多苦 遭这么大罪呢 娘 人生在世 谁能见死不救呢 我要是看着老乞丐被挨打 而不去相救 那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打死 我会心不安 很痛苦的 那要比这皮肉之苦还要难忍 娘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您不要难过了 今天 那个不知名的小孩不也救了我吗 哎 男儿啊 你太善良了 你要知道 那小孩救你 是因为他有功夫 哪像你啥也不会 还愣去救人 也不顾自己死活 以后可别再干这傻事了 别让娘再替你担心了啊 快进屋 坐下来 娘给你端饭去 你一天没吃饭 都饿透了 你等着 李氏夫人 李氏夫人 李氏夫人端来了饭菜 放到桌上 惠能一天没吃饭 都饿过时了 再加上伤痛难忍 早就没有了食欲 可是他怕母亲伤心难过 只好强迫自己 勉强吃了一些 吃完了饭 李氏夫人见惠能伤势严重 让惠能早早休息 然后他自己来到家中设置的佛堂前 烧香拜佛 求佛菩萨慈悲 保佑惠能 早日痊愈 多亏惠能身体素质好 再加上乡民们上山 替他采来了山野药 内服外用 只半个月 惠能的伤就好了 眼看家中药断粮了 惠能非常着急 为了补上养伤这几天的损失 他每天起早贪婉是更加的勤奋 李氏夫人 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常常祈求佛菩萨保佑惠能 平安顺利 消除灾祸 家中穷 没有办法不叫儿子挨累 只好求菩萨保佑了 这惠能啊 日服一日 月服一月的彩桥寿心 每天除了彩桥奉养老母之外 就是听母亲诵经 或者是一个人坐在院中 苦思冥想着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 为什么每个人的遭遇会大不一样 有的荣华富贵 有的贫穷卑贱 有的身体强壮 有的百病缠身 有的心地善良 有的无恶不作 为什么蛇吃青蛙 青蛙吃虫 虫吃蚂蚁 总是如此的吃吃吃 弱肉强食 这到底为什么 他思索着 参悟着 竟不知不觉会坐到深夜 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到了龙朔元年 心有岁 惠能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小伙子了 他不仅体魄强健 而且聪颖善悟 侍母尽孝 这令李氏夫人十分的快慰 勤劳善良的惠能 每天仍是采桥寿心来奉养老母 这一日 他打得连捆干柴又挑到集市上去卖 眼看天静盖晚 也无人问津 惠能怕自己回家太晚 母亲担心 只好挑起了柴捆 想往家中走去 可是他没走几步 呼听身后 有人问家 哎 卖柴的老弟 你这条山柴多少钱一袋呢 惠能一听有人问家 急忙放下柴捆 回头一看 见问话者是一个中年男子 啊 天色已晚 大哥要买 得八个铜钱就行了 惠能卖柴从不漫天要价 现在天静傍晚 他要价就更低了 可这位买主呢 还真甜慷慨 兄弟 你这条山柴橙色不错 我也不亏待你 给你十个铜钱 我是福来客栈的掌柜的 叫金正发 我得麻烦您送到我的福来客栈怎么样 可以 惠能答应一声挑起柴捆 随着金正发 穿钩过岗 拐弯抹角 就来到了福来客栈 金正发让惠能把柴捆放到树下 然后取出十个铜钱付给惠能 惠能谢过 他接过铜钱转身往处走 可是没走几步 呼听客房内 传来朗朗的毒精之声 侧耳细倾 只觉得字字金石 似乎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暖流 从心灵深处远远涌出 并打开无量无边的智慧宝藏 他不知不觉的迎着诵经之声走去 他虽然常听母亲诵经 但从来没听到过这样似曾相识的金句 他站在窗前静心息虑 智诚恳恰的倾听着 那句句禅语 直透心性 字字圣言 起开迷津 也是他善根成熟 智慧蒙发 当他听到应无所助 而生七心两句时 心头一震 头脑轰鸣 手啊 眼前仿佛华亮一道巨大的闪电 猛然间身心俱旺 只觉得世间万有 我人众生千门万法四大五蕴 尽归虚空一无可助 煞时间心地花开 灵源波涌 烦恼顿断 妄想自灭 历史薄弱现前 以往追思的一切 拒结明晰透彻 会能今日豁然大悟 波云渐月 顿开心会 还政本来达到执剑本性的境界 这就是后世禅宗的所谓顿悟 诸位 很对不起啊 我虽然用了这么多的名词 也没解释出会能那种执剑本性的境界来 因为透过名词来解释这件事 那是很困难的 别说我没有开悟 就是误入这种境界的会能 也难以用名相来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透过名相只能悟到相似的观念 但绝不是真实究竟的意义 所以此种境界只可议会 不可言谈 可是书中涉及到这个情节